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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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中世纪的人像 法国中世纪的生产工具 还有一个这是做的马蹄子吗 还是内马套的蹄子呢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是中世纪的别针 别各种东西的别针 这个就是小哨子 我小的时候也有这种泥哨卖的 跟着挺像的 只不过涂上一些颜色 泥做的 淘土做的小哨子 这是中世纪的外科手术用的器械 已经很精致了 还有秤这个药物或者是什么东西用的小秤 法国里的这种石墨 只有比中文的石墨要薄一些 十八世纪 做了衣服用的配件 这个就是金丝 缝衣服用的金线 非洲文 the sea 这是白蚤 licensing 这是盖籍的烏� 沙唐 巨型的避孔 和巨型的宾流 你几三 lado 这些都是史前的大致时期 这一块石板距今有四万年了 这亚洲的青铜器 这边是印度的 考古文物 中国周口电视器的文物 也被它收集到这儿 中国的文物全是 这些都是法国在世界各地 考古发现的遗迹的流行 法文人去过很多地方 去别的国家都去考古 因为它殖民地很多 这些当时考古发现的各种遗迹 神殿 各个时期的神殿 不同文人时期的神殿 也在这些称民地连建 博士老大 在台湾上会是 衣服高的 神殿 樓延 便在家中 鉄道 博士老大 防冲状的 第四道就是这些可能灌上水之后的一些 反大型装备 比如工程车用的这些水道 然后再是稻刺 再是望楼和城墙 然后这跟中国古代的这些 有异曲同步的地方 但是中国当时只有过程后 还没有它做的这么复杂 看欧德人古代这些防冲冲水 还确实是动了心思的 然后当时用的这个工程用的这个毛这么小 中国的要小很多 中国的非常的长 都是三米到五米的长 这个毛的很大 中世纪用的箭头 还是比较原始的 还是这种稻刺的箭头 在中国秦朝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流线性的箭头了 这些还是稻刺型的 这是当时的毛头 这就是铁基地扎人脚用的 石头做的炮弹 我们从考古博物馆出来之后 可以一直沿着花园走到它这个观景平台 从这边可以看到拉德放斯区的整个巴黎的西半部分 这边就是拉德放斯区的巴黎的 这边就是拉德放斯区的巴黎的 拉德放斯区的巴黎的 这边是铁基地扎人脚用的 与你组的巴黎的 像两个大同学 也这样就是要在山北 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 看到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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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